吳主席 我記得政府要搞限奶令的時候 有些內地比較偏激的民眾說 你們斷我的奶,我斷你的水 但是你斷我的水沒有用 我的水浮很多錢 我們東江污水月山來 還要經過清理 我們給很多錢 等於今天五封行 壟斷活牛的供應 我們都要多給很多錢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今時今日 幾乎我們所有的立法會員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要政府 催促政府 開放這個活牛 公港的市場 這已經是共識 無論你是民建聯,怎樣愛國 你都不可以不愛港 不可以讓你獨家經營 這個事實 今天就不是批判你 今天就是針對政府 你做生意,在商,延商 要壟斷我全盡的 這是當然的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 不同大陸 大陸是社會主義 但是現在也是一樣 變成極端資本主義 有奶便是糧,見錢眼開 這就是大陸 所以政府 經常提出幾個理由 尤其是上次5月28日 我們已經在講 不過今天見原底 是吧 幾個理由 內地的活牛供應緊張 需求大增 各項成本不斷增加 第三,內地的居民消費力高 內地的養殖戶 將活牛公港的意欲下降 這三個都不足以成為 拒絕開放活牛市場的理由 更何況這三個是否一個主要因素 都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對不對 局長 你不要說幾個這樣的理由 香港 大家都明白 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你在說自由經濟 為何到今天為止 很多數據已經可以看到 那些活豬的供應 沒有問題 價格不會狂升 但牛肉比農鄧 現在更多 遲早比東升班貴 對嗎 你要買活牛 去街市 我經常買牛肉 OK 我是最清楚的 對嗎 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我說最清楚 對嗎 所以 拒絲了 對嗎 我們的立場很簡單 政府一定要順應民意 在這個議會裏 不分黨派 無分政治立場 大家都希望 你可以開放 所謂活牛供應的市場 你就不要經常告訴我們 你是開放 不過是保持開放的態度 對不對 大哥 這個保持開放的態度 就是一些官話來的 官話也等於廢話 對不對 我們希望陳教授 你作為副局長 但是你是大學教授 你就不要說廢話 對不對 政府困難在哪裡 你告訴我們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要市民繼續捱 這個貴牛肉 是不能接受的 喂 五風行當然會說 我毛利下降 給你一些數字 數字是他給我的 大哥 對不對 我們是不會接受這件事的 做生意的 我們是理解的 你要賺錢 這是必然的 對不對 不賺錢 很簡單 中國人的廠長 對這句話 對不對 沙土的生意 有人做 皮錢的生意 沒有人做 我們是不會去和你計較 但是我們會和你計較 對不對 阿局長 所以 如果政府 你不給一個時間表 今天 方剛和王國興 提到的動議 就是希望你給一個時間表 不過我現在提外話 因為我覺得 他說定立落實時間表 的落實兩個字 非常討厭 應該是定立實施的時間表 這個比較沒有那麼討厭 你就解釋給我聽 什麼叫落實 你解不了 落實 這些是共產黨說的 不是我們香港人說的 OK 什麼叫落實 是嗎 不要用落實 改個字眼 我相信王國興和方剛議員會考慮 但是我想給一分鐘 給你一個時間表 我現在要他 局長 你政府的困難是什麼 以及時間表 又如何呢 我想 多謝王議員 其實我 其實剛才多次都重申 其實政府 我想 除了有開放態度之外 我們也是 有這個意向 所以我們已經聯絡了商務部 希望跟他們商討 如果開放的時候 是怎樣開放呢 等等 這個 都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剛才也承諾了王議員 其實我們會盡快 亦都希望可以在下半年度 處理好這件事 可以回來 下半年度是處理和商務部商討 還是什麼呢 你具體的說 局長 我想我們真的要跟他商討好一套 即是下半年度只是啟動和商討的程序 不是已經啟動了 已經啟動了 商討有結果未 你估計下 沒有 未有結果 即是未來的下半年度 即是大陸商務部商討都未有結果 那又拖到什麼時候呢 那不是時間表來的主席 是 大家都聽到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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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